第一百七十一集,魏英想着,既然下午请假了,不如早点回家陪宝宝,两天没见,还挺想念的,可蓝湛不一。 他认为,宝宝,我们今天结婚,不是应该要庆祝庆祝吗? 魏英当然知道某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小九九,我这腰腿还痛着呢? 一想起小童那天真无邪的问题,魏英就无地自容,他居然会问自己是不是太虚了? 走路都不稳,却不知这一切的始作永作是眼前这个人。 魏英白了人一眼,凶巴巴道,现在我们结婚了,你得听我的,回家,蓝湛。 谁能告诉他,他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? 可是,刚刚某人不是说,他只想谈恋爱,不想结婚吗? 回到家就是一大家子人了,哪有一堆人谈恋爱的? 蓝湛还想说点什么? 魏英大眼一瞪,他滚了滚喉咙,把反驳的话咽了回去,换上一句,那老公给宝宝系安全带。 这怂样一点都没有方才,在办公室拉着人出门试霸道总裁的半分影子。 两人刚回到,就听到院子里欢声笑语,是朵朵和弟弟的笑声。 两个小家伙在草坪玩你追我赶的游戏,妹妹乖巧地坐在一旁,看着姐姐哥哥闹,管家里书站在一边。 恶呵呵看着三个开心过,夫妇二人驻足凝望。 蓝旺鸡一直都后悔当初被某人钻了空子怀上二胎,冒着生命危险去生宝宝。 可是现在,眼前这幕,让他倍感温馨,多多有弟弟妹妹陪着,他不会孤单,也多了许多乐趣。 这大概就是二胎的意义吧。 不闹的妹妹最先发现了爸爸大笔,扑腾着小身子朝着两人爬来,小嘴口齿不轻叫着。 爸爸,蓝旋快速上前几步,弯腰把妹妹抱起来。 小家伙一天一夜没见爸爸了,居然不像以前那般矜持了。 扭着小脸埋进蓝旋的紧窝里,还轻轻蹭了蹭,胖嘟嘟白嫩嫩的肉感。 贴着蓝旋的皮肤,让他生出满满的父爱,暖哄哄的感动。 从心脏充满延开来,难怪卫英说一定要让他体会一下,抱着软糯糯的宝宝是什么感觉。 他现在懂了,是心软的一塌糊涂的满足。 爸比,爸爸,小家伙虽然是和弟弟在闹着,但也没忽略对妹妹的关注。 所以很快也看见了夫妇二人,弟弟被无情抛弃了,朵朵扑进爸比的怀里。 直,下弟弟一人扁着小嘴,果然,众女青男,爷爷是这样,爸爸爸比也是这样。 弟弟眨巴着委屈的大眼看着李爷爷。 李舒乐乐,伸手过去把他拉起来。 他现在在大人的搀扶下,能蹒跚着走上几步了。 摇摇晃晃的肉身子,向爸比走去。 卫英抱着女儿蹲下身子,接住了那小肉团。 小肉团挣扎着要挤进爸比的怀里,用大屁股把姐姐挤了出去。 哎呀,弟弟,别挤我,爸比是姐姐的。 卫英失效,小家伙已经到了,会争风吃醋的年龄了。 怎么了? 蓝起人听到吵闹声从屋里出来,就看见大孙女和孙子,在争夺爸比的怀抱。 巴巴,巴巴,蓝昊看见爷爷了,小胖手直指着卫英,又指了直躲躲,像是在向爷爷投诉。 姐姐不可浩浩抱爸比,叔父也乐了,两个小宝宝不知不觉就长大了,都会争宠啊。 来,浩浩,爷爷抱你好不好? 让爸比抱姐姐,不,不。 小嘴喷着口水,小家伙摇着头躲开叔父伸过来的手, 一双小胖手抓住卫英的大衣衣领,说什么都不撒手。 没事,爸比能抱两个。 卫英不想让他们任何一个,觉得自己是偏心的,舍吃奶的竟把两个小胖子抱了起来。 朵朵呀,你再不减肥,爸比就抱不动你了。 谁说,那是因为弟弟胖。 本朵朵不承认,爷爷说了,朵朵这身材很标准了,不能再瘦。 说到胖瘦,朵朵想起来了,爸比,朵朵的披萨呢? 昨晚爸比不回家,他答应要给朵朵买披萨作为补偿的。 呃,卫英看了老公一眼。 完了,两人折腾了半天,又是大战小三,又是领政,把这事给忘了。 两人的神色,朵朵这根老油条,一看就懂,坏爸比。 你又忘了,朵朵要下去,不跟爸比玩了。 小家伙扭着身子,要从卫英怀里下去,叔父赶紧把他接了过去,免得把弟弟也掀翻了。 宝宝,爸比和爸爸今天去干了一件大事。 忙完就忘了,你别先生气,爸比给你看一下好玩的东西。 卫英先把怀里那头肉团子交给李叔,开启红小公主模式。 什么好玩的? 朵朵本来想生气一阵子,让爸比好好哄哄他的,最后还是被好奇心出卖了。 你看,这是什么? 卫英从蓝湛口袋里掏出那两个小红本本,递到女儿面前,你们拿正了。 朵朵还没有反应过来,叔父先惊讶瞪大了眼睛。 嗯,是的,叔父,我和蓝湛结婚了。 对不起呀,叔父,我们没有计划的,都没提前跟您说。 卫英有些不好意思,结婚这么大的是不跟长辈说,是不合理的。 傻孩子,对不起什么,叔父都不知道盼这天盼了多久了。 结婚? 爸比,这是结婚的吗? 博朵拿着红本本,左看看又瞧瞧,觉得心气。 里面还有爸比爸爸的照片,可是,爸比,朵朵还没喝喜酒呀。 上次爸比和泽爸爸结婚,都有喜酒喝呢? 呃,夫妇对视了一眼,吃货的世界果然吃最重要。 宝宝想喝喜酒,爷爷给爸比爸爸办,要办最大的,宝宝还可以当小花童。 好不好,蓝家结婚,当然不能只拿个证就完事了。 叔父寻思着,办个豪华婚礼,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请过来。 要让所有人知道,他呀,有儿媳,也有孙子孙女了。 这是多骄傲的一件事呀,叔父的心思,李叔最懂。